10月12号一大早,黄石市民沈爱兰逆行前往了江西省瑞昌市码头镇,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感谢他的救命恩人。 那么沈爱兰这好好的怎么会被人从长江里救起来,而且这地点还是改江西,这事还得从今年的7月22号说起。 沈爱兰今年57岁,是黄石下路人,7月22号他与三名游泳爱好者上午游完长江,中午一起喝了两瓶白酒,其中他一人就喝了八两多,之后他又与其中一人相约再游长江。 今年52岁的李川富在江西省瑞昌市码头狗头鸡开了一家船舶修理公司,公司所在地临近长江,他平时吃住都在这里。